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呢 接下来呢 跳房子 一种呢 是跳八间房 十二间房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好像T字形的一样 是这两种跳房 您看这个大屏幕 现在显示的 这就是T型跳房 这个玩起来也相当有意思 走起来特别好看 一 二 三 然后到前面 双脚落地 然后再往前面走 这个练的是什么呢 还是这沙包 或者是瓦片 沙包之主 比如说我玩到第九间了 这个包要制得特别准 但是也是彩线 压线 尾利 这是一种玩法 还有一个是八间房的玩法 一会儿咱们可以比赛比赛这个 怎么都行 这一简单 在舞台上不像在屏地上 能画出来 我们特制了一个跳房子的工具 我们请王先生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样呢 如果从第一间 咱们开始这样寄过来 这时间太长了 今天为了让咱们的这个队员们 都能理解吧 我就说做一个简单的 我就从第十间开始吧 第十间必须把这包扔准 在房子以外 然后单腿跳过来 跳过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包要踢到下一个里头 还不能压线 脚也不能踩线 出界都是错误的 这样呢 再踢到这一间 没压线 好 把这包捡起来 然后跳出来 然后再迎下一间房 是这样跳 好极了 现在这个 来 你把包给我 这个还是从60后开始吧 你们最熟悉一点 施先生 从 从这边来 从这边来 那也行 来 扔得好 别踩线 别踩线 不 再 再给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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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呀 这红色咯 每次扔得都很准 手法好 加油 慢点 慢点 不对 天踢过去 再给一机会 没这么些机会 没这么些机会 那么按他刚才的表现来说 他这算什么呀 犯规了吧 应该是算犯规了 算输了是吧 回去歇着去吧 回去歇着吧 得嘞 许云康 你来 哎呀 真准 哪个腿 哪个腿 一般来说 我们踢场就是后腿 只要是一条腿就行 咱们脚大 房子要塌 往前踢 往前踢出 踢一个格 别太 得 压线了 压线了 再给一个机会吧 还要机会吧 拿回去 拿回去 鞋要大不适合玩这个 我的裤子要掉 那就掉吧 一样过去了 很遗憾了 很遗憾 来 接下来是我们七零队 这个游戏啊 完全烤的是小腿的力量 你哪有小腿 小腿很好 就看跳得好不好 走 哎哎哎哎哎 回来 还穿一穿一穿一穿 再来回来 那回家拿动力去了 回家拿小腿 身残之间 身心 然后是怎么着呢 来 前踢 前踢 跳过来 踢到下一间 踢到下一间 哎哎哎哎哎哎哎 很遗憾 怎么又是你 就是你的希望最大 前三 前三位可能 这第一你拿不拿 全是劲 再给一机会 再给一次 把东西拿 我们再给石老师一个机会 鼓励 好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四个队分别展示了一下 好 这个 我宣布在本轮比赛中 四个队全军覆默 好